台湾市政府一起与教育部以及反毒教育基金会共同合作 目前在台南文化创业产业园区的茉莉工坊 举办教育部接引解开毒品上瘾的真相 反毒教育特展 台湾市市长黄伟哲表示 毒品随着时代的变前演进 包装形式也相当多元 危害也更加严重 欢迎民众踊跃来体验 反毒实境解明游戏与科技的互动 坏人不会在身上可两个写两个字坏人 毒品也不会在上面写两个字叫毒品 尤其所谓道告一尺磨告一丈 或随着时间的演进 许多毒品的包装就跟我们生活日常用品差不多 不管是咖啡包 不管是糖果 不管是其他的方式 他都会伪装得很好 就像坏人 他有时候 不是有时候 是经常 也不是经常 是永远都伪装成好人一样 上面假装要来帮助你 但事实上他是背后有很多 这个坏的动机 教育部学务特教师师长吴灵辉致死手表示 感谢谈室政府在展览筹备过程中 整合警察局 教育局 卫生局 社会局等单位共同协力 让反毒观念深入青年学子心中 希望这个展览 今天大家来参观了之后 看到精彩的地方 请大家 大家告诉大家 多多宣传 让更多人来参观这个展览 不只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也欢迎家长 也欢迎社会大众 也欢迎各式的民间团体来预约 来参观展览 希望把这个下意发挥到最大 让更多的人认识毒品的文化 大家共同来努力 关心我们青少年 让他们能够远离毒品 台南市政委局教育部台南市联络处 为了表达对反毒教育的支持 同时展现台南当地的人文风情 也在展场外精心规划各式的活动摊位 提供参观民众反毒宣导品 共同打造无毒健康的幸福家园来努力 记者陈佳生北区采访报道